欢迎收看多肉植物养护技巧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樱木 那今天樱木教大家的是呢 新手花友们我们养多肉的第一步就是 这个多肉植物它需不需要晒太阳 应该如何晒太阳 家庭给多肉植物安排的晒太阳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其实啊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误解 那这个视频呢樱木将详细的给大家解答 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好的那多肉植物到底要不要晒太阳呢 樱木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要晒 那不晒会怎么样呢 在仔细的给大家阐述多肉植物的阳光策略之前 樱木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很多多肉植物你买回家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啊 当你养着养着 很多花友家里养着养着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自己的多肉植物变成了这样 大家看看 变成这样 很多花友因为不了解这种感觉 就只知道呢它是长高了 那你仔细看一下啊 这每个叶片节点之间的距离啊 原本是没有这么长的 那这是原本的这个小小描状态 每个叶片跟叶片之间的距离很短 但是呢养着养着就变成了这样 每个叶片跟叶片之间的距离越拉越长 这还不是特别长的 有些花有长的更加的夸张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现象在植物学当中啊 叫做土长啊 土呢就是土劳的土 为什么叫土长啊 就是土劳的生长 这样的生长 它是过度消耗养分的生长 这样的生长啊 是啊 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它呢消耗了养分 又不美观越长越丑 而且呢抵抗力也下降 那形成土长的原因 最主要的罪魁祸首 就是缺乏阳光 很多花有家里的多肉啊 就是因为呢 长期得不到光照 我们把镜头往下拉一点点 长期得不到光照 就会呢越长越散 最后呢散得越来越高 这些都是因为缺乏光照引起的 因此我们家庭盆栽多肉 肯定是要晒太阳的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晒呢 那在网上你去查资料的时候呢 网上很多人说啊 这个多肉植物啊 养在家里啊 一年四季呢 除了夏天以外 都可以晒太阳 那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笼统和错误的答案 难道夏天就不要晒太阳了吗 当然他会告诉你说 夏季要躲避烈日暴晒 但你真的这样养的时候 真的你能这样操作吗 很多花有家里啊 养了十盆多肉 那还算少的 樱木煎得多的 五十盆 一百盆 两百盆都有 你把两百盆定养在一个地方 每到夏天中午的时候 把这两百盆啊 搬走 躲避烈日暴晒 第二天再搬出来吗 这有可能实现吗 这是不可能的 绝大部分的多肉 樱木呢 直接了当的告诉大家 不论是春 夏 秋 冬 四季都应该把多肉植物 养在光照充足的地方 这个充足啊 充足指的是呢 全日照的环境 阳光越足越好 越大越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多肉 本身的原生环境 它就在哪里啊 在非洲 南部 在墨西哥 北部 等等啊 这样的地方 在那样的原生环境当中 它千百上万年以来 都是在一个阳光充足的环境下 生长的 因此 我们养植物要学会模仿大自然 在大自然中 多肉植物就是一个 在阳光下生长的状态 所以我们家庭盆栽养护 一定要呢 养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为什么云南那边啊 养护的环境 多肉养的好呢 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阳光充足 那其次它温差也比较大 这个另说 但是阳光对它来说 真的是太重要了 那是不是所有的多肉植物 都可以晒太阳呢 那都可以随便晒呢 那其实也不是 在多肉植物里面 有一些另类的植物呢 是不需要去全日照曝晒它的 夏季阳光它晒不了 但是呢 这样的植物很少很少 那樱们的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呢 常见的多肉植物玉露 那玉露呢 就是一种 不能够接受长期曝晒的多肉植物 还有呢 比如说条纹十二卷等等 那这些植物 在多肉植物里面呢 是一个少数类别 绝大部分的多肉植物 还是要晒太阳的 记住 如果你的多肉植物 不晒太阳呢 一定会造成这样的 严重徒长的结果 相信啊 谁养多肉 也不想养成啊 这种高高瘦瘦 越来越难看的状态 对不对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 樱幕呢 以正式听的告诉大家 多肉植物要晒太阳 至于说 你担心晒斑的问题啊 担心啊 这个晒会把它晒死的问题 啊 这些呢 其实都是需要一系列的技巧 来实现的 但是这都不是它不晒太阳的理由 那后面的课程啊 樱幕将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 各种各样 这些多肉植物养护的技巧 总之 一年四季都晒太阳 这个就是樱幕告诉大家的 多肉植物养护的光照策略 其他的你都不用考虑了 好了 这一堂关于多肉植物的课程呢 樱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收藏 加转发 欢迎大家购买课程 购买课程之后 可以查看更多多肉植物的养护详细技巧 如果您已经购买课程呢 欢迎把您的付款截图 私信给樱幕 樱幕会邀请您 加入樱幕花会养花付费专属交流群 跟全国各地的养花花友 共同交流养花 体温养花 我们下谈课程 再见吧